为什么6寸游戏掌机电脑需要键盘 GPD一直坚持在掌机上内置键盘自然是有道理的 虽然说这么小的键盘打字并没有传统键盘方便 但是实际上这个键盘并不是给你办公摇屁股用的 平常用到它的情况也少 甚至玩游戏会去用这个键盘来操作 但是有些情况必须要用到键盘的时候 你还真不能没用 比如玩黑暗之火 进游戏就得输入人民 不然玩不了游戏 你说可以用虚拟键盘 首先虚拟键盘非常的不好用 因为它占据了半个屏幕的空间 并且部分游戏在游戏界面是无法护出虚拟键盘的 另外如果碰到特殊情况需要进入BIOS操作设置 这个时候还真的只能依赖尸体键盘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